觉佛人要懂得善行 我们有时候心中不干净 我们虽然还在念经 但是你只是进入了一个进修的过程 因为我们经常讲 人虽坐着在进修 但是你的心在散乱 所以你很难修到一种超脱自我的境界 就有如一个油灯的灯灶破碎了 火还没有熄灭 事情已经发生了 相当于在人间 你的婚姻已经有问题 或者你的工作 你的钱财其实发生了之后 但我们人想不通啊 一直纠结在这里边 这时候人的贪念会产生恨念 杂念在你心中 犹如病毒一样 会让你的心慢慢变得越来越难过 越难过越想不通 越想不通会越难过 越难过会更想不通 就犹如火没有熄灭 灯虽然灯灶破了 很多人离婚了 就算了 不要再去纠结那些事情 但是他心中的怒火 还会进入他的思维当中 这样你还能修成佛吗 感谢观看